大家好,我是乃至CXDB的肖康 今天我将和乃至百度的徐扬 给大家分享多模数据分析 以复杂数据类型的设计与实现 首先我们会介绍一下多模数据分析的背景 然后会重点介绍一下多模数据分析里面几个关键的点 包括Jason的Native之词 高效的文本分析以及复杂数据类型 我们今天谈到的多模数据分析 它的背景是因为在我们的数仓里面 除了要处理传统的结构化的表格的数据 越来越多的数据是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数据 特别像Jason和TXC的数据 另外一个方面 这种数据的结构里面越来越复杂 除了传统的整形、支付团 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数组 然后MAP这样的一些复杂的数据类型 甚至产生一些千套的结构 那么在半结构化数据里面 其实Jason使用是最为广泛的 首先它有这种简单和灵活的特点 它通过Law、布尔、Sgin、Number、Object、Rate 这几个非常简单的基础构建 就能够组合出无限复杂的这种数据的类型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所以它为广泛的使用 第二个就是它的编程语言的支持非常好 几乎我们能数出的一个编程语言 都对Jason提供了很好的解析和处理的库 第三个是Jason是人和机器都是比较容易可读的 人很容易看懂Jason的内容 然后机器也很容易对它进行解析 但是这个点也埋下了一个伏笔 就是为了兼顾这种人机可读 那么在机器进行解析的时候 虽然也能够进行比较高效的处理 但是还是不足够高效 那么Jason的使用的场景 包括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用户行为日字 里面的一些可变的一些属性 还有一些标签的一些属性等等 其实大量都用到了Jason的数据 我们很多的这种RPC调用 也使用Jason作为这种参数和返回值的这种格式 那么第二类就是这种非极欧化的文本的数据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加 我们在输仓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字段是这种死菌类型的这种文本的字段 那么对这些字段我们经常需要进行这种前缀的匹配 后缀的匹配 或者说纸串的这种匹配 甚至可能我们会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振折表释 这些我们的用户都希望能够输仓的能够进行很高效的处理 而且随着数据越来越复杂之后 我们甚至希望说能够进行快速的这种文本的这种检索 做这种全文的检索 比如说检索一个error这样一个关键字 那这个这种文本的快速的处理 在这种服务器的日志 商品 人物的描述等等这样的这种非结构化的文本里面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 数据的结构其实也变得会更加复杂 除了传统的这种硬头死菌之外 像这种array,map,struck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我们需要对这种半解构化非结构化的这种数据进行分析 然后再加上我们传统的这种结构化数据 我们统称为这种多模的数据分析 那么多模数据分析它的一些关键的技术有哪些呢 整体来看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么三个点 第一个就是对这种最广泛使用的接生数据的这种native的支持 这里面又包括像这种我们的接生B的这种数据类型 以及dynamic table这样的一种新式的一种标格的结构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能够对数仓能够高效地进行文本的分析 包括这种文本的算法和为文本所设计的这种索引结构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能够提供复杂的数据类型的支持 包括ArainMap和Strike等等 接下来我们就会对这几个三大点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首先来让我们看看怎么数仓呢 怎么去Doris怎么去对他提供 Jason提供这种native的支持 注意到我们这里是提供native的支持 在之前Doris和很多数仓也对Jason有一定的支持 主要是通过这种死菌的这种类型来存储 原始的Jason的文本 然后再提供一些Jason解析的函数 来去分析Jason元的某一些字段 这种方案它的问题在于说 它的文本解析还是比较慢的 即便是在有CMD Jason这样的这种高性能Jason库的加持之下 它仍然相对于二斤字来说还是比较慢的 第二个就是这种原始的文本的存储 它的这种存储和这种内存的占用都比较高 所以我们在Doris 1.2里面 我们引入了这种Binary Jason 二进制的Jason的数据类型 我们叫它JasonB 它的特点就是把这种文本的Jason的格式 转换成这种高效的这种二进制的存储的格式 这样转换之后带来两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二进制的解析 会比这种文本的解析要快很多 我们拿GitHub Events比较复杂的这种节省结构测试的话 大概能够快四倍 第二个就是它在内存中的占用的空间是比较低的 因为它把很多比如说像整形 它就通过这种Int这种形式来表示 而不是通过这种长长的一个字符串来表示 首先我们就是这个数据类型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就是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紧凑的二进制的格式 其实它的格式非常的简单 它主要是由三大块组成 第一块是Primative这种基础的类型 那么它会首先有一个字节来表示这是什么样的类型 然后再会有一个字节来 会有N个字节来表示这个Binary Data 比如说像对于Law True和Force 它就仅仅只有一个字节的类型就可以表示了 因为它们三个分别是0,1,2 然后后面的Binary Data都不需要 那么对于整形 0会根据这个数据的范围 会采用1字节 2字节 4字节 8字节 紧凑的这种 这种表示的方式 所以它的表示是非常 格式是非常紧凑的 然后对于Object Rate这种嵌套结构 我们就在这个基础类型之上 Object首先它会有一个字节的byte 来表示它是Object 然后接下来会存下来这个Object的大小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一个的keyValue对 因为keyValue的key就是死菌 Value就是前面讲到的Primative的这种类型 所以也是很高效的这种表示 对于array也是类似的 首先有一个byte表示它是array 接下来这个array的大小 然后接下来里面的第一个value 第二个value 第三个value 这样去表示 我们右边的这个截图可以看到 它的定义其实是非常直观 也非常简单的 而且从这个定义上来看 我们可以去进入的去扩展它 可能会提供比原生的阶层 更加复杂的这个数据的类型 在这个紧凑的高效的这二进制格式之上 我们还提供了一些这种接生币的函数 包括三大块一块是怎么去解析 把一个字符串 从字符串解析成这个二进制的这种接生币 第二块就是怎么从在二进制的接生币里面 去提取一些我们要分析的一些字段 第三个就是一些辅助的函数 判断比如说它的某个pass存不存在 然后某个字段的类型是什么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考虑 首先在解析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接生的原始的输入的支付串 可能是非法的一个接生 所以当这种非法的时候 这种解析错误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进行处理 其实我们给用户了几种选择 首先一种默认的选择就是报错 那么当出现非法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报出错误来 提醒用户出现了问题 这个程序会执行失败 第二种是我们允许用户来指定说 对于这种解析错误的这种接生 我们就给它一个空值 给它一个l 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就是 我们可以允许用户指定一个默认值 比如说我可以指定一个 滑过号扩起来的一个空的接生 作为这个接生解析的默认值 这样让我们的用户在使用的时候 对这种异常值的处理 会非常的从容 第二块是这种高效的解析 我们也提到这种二进制的格式之下 解析的速度比原始的 那个自乎串解析要快四倍 那么这里面我们有两类解析的函数 一类是解析出具体的类型 比如说int使均double这样的类型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不带后缀的 它可以提取某一个接生pass 提取出来之后 这个整个仍然是一个接生b的类型 这样我们可以再继续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所以这是我们在设计这个接生b的 这个数据类型的时候的一些考虑 而这些函数它的语法它的形式 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参考了这个MySQL 因为我们DORIS是跟MySQL兼容的一款 实时书仓 所以我们在语法上尽量去跟MySQL更类似 所以让习惯了MySQL的接生数据类型的用户 在使用我们的DORIS接生b的数据类型的时候 能够非常方便的转向过来 除了这个接生b的这样一个数据类型之外 其实我们在DORIS的下一个版本里面 我们还会再贡献出一个更加有意思的一个特性 我们叫Dynamic Table 全称的我们叫Dynamic Schema Table 那和我们传统的Table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里面我们突出它Dynamic 就是说它会从原来的Static Schema 变成Dynamic Schema 它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随着我们的数据的导入 它会去根据数据里面产生的新的资端 自动去扩展我们的表的这个Schema 那么它带来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原来可能用DBA人工去驱动的这种Schema变更 变成了这个数据的驱动的自动的Schema变更 我们可以看看右下角的这样一个键表的一个语句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个TS是DataTime类型 UID是Inta类型 后面还有个点点点 三点水这样一个省略号 这个就代表说我们要创建一个动态Schema的表 这个动态Schema的表在使用的时候 它就会根据输入的数据 然后去动态调整它的Schema 所以它是非常的灵活的 后面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 那除了这个动态的那个Schema之外 其实我们还保持了一个相对静态的东西 或者一个严格的东西叫StrictType 就是严格类型 通过保持严格的类型 使用Doris里面的NativeType 我们可以保证这个高效性 保证这个性能的高效 使用NativeType和这个劣势存储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有一些文档存储 它可能会采用这种 比如说Json的形式来存储数据 存储中原始的Json的形式 这样的话它的Schema确实是非常高效的 甚至说可能提到这种SchemaNist FreeSchema这样的形式 但是我们实际上还是保持严格的类型 这样在既保持DynamicSchema的灵活性的技术上 又提供了原生的Doris的高性能的表现 我们来看看这种DynamicTable 它有哪些应用场景 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这种半截物化Json的数据的导入 我们知道半截物化的数据主要是Json 对吧 那么这种Json的数据的导入 通过比如说像StreamNode S3Node导入到Doris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自动地根据JS里面的 词别书JS里面的字段和类型 然后自动地去判断表里面有没有这些字段 没有的话自动会去增加 由于我们Doris里面已经有了Lightweight SchemaChange 所以动态的去增加这些字段又是非常快的 可以做到这种毫秒级 所以它的体验是非常好 第二个就是CDC的这种数据同步 比如说我们从MySQL 用OLTP的数据库 然后把数据同步到Doris的OLAP系统面 拿来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去同步这种DDL的语句 我们只需要去同步这个Schema 比如说通过这种Flink CDC 只要去同步这个数据就好了 当数据里面产生新的字段的时候 自动会在通过Dynamic Table 在Doris里面把新的字段给增加起来 这样的话能够大幅地提升 这个CDC的应用性 这个Dynamic Table这个特性 我们将会在Doris 2.0里面 贡献给开源的社区 这里还需要提一下 前面的JsonB和我们这个Dynamic Table 是什么关系呢 JsonB其实它是一个二进制的 一个Json的存储的形式 它从某种存储来说 它是不会去分列存储的 会存储在一个列里面 那么Dynamic Table会把Json里面的各个字段 拆成一个一个的列存在Doris里面 所以Dynamic Table更适合做分析型的应用 然后JsonB它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应用场景 就是它的可以用来做这种点查 做这种航存的点查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Select的整个Json出来的时候 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 去选择这两种对Json的这种Native的支持 简单来说一个是航存的JsonB 一个是这种列存的Dynamic Table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小的视频 来体验一下Dynamic Table的它的能力和使用 我们以一个用户行为日志的视力 展示Dynamic Table对半结构化数据的原生支持 由于用户行为有很多种类 属性各异 而且随着业务升级还会变化 因此用户行为日志经常采用灵活的半结构化Json格式 存储数据 视力中有三类用户行为日志数据 视力的三类用户行为日志数据 第一类是Post的发帖行为日志 它有TS、UID、EventType、EventID、PostID、Content字段 第二类是View浏览行为日志 它有专门的Duration字段表示浏览时长 第三类是Command的评论行为日志 开始没有特殊字段 随着业务升级增加了Rating字段 表示评论打分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 通过DynamicTable原生支持用户行为日志半结构化数据 首先创建一个DynamicTable UBEvent 指定义最基本的时间字段TS 和用户ID字段UID 建表语句中的特殊语法表示自动根据数据拓展schema 建表后查看数据 表结构只有初始定义的TS和UID字段 然后通过Copy into导入第一类Post的行为日志 Log1.json 导入数据后 查看表结构和数据 可以看到DynamicTable自动增加了Post的行为日志中的EventType EventID PostID Content这几个字段 接下来 导入第二类View行为日志 Log2.json 导入数据后查看表结构和数据 可以看到DynamicTable自动增加了View行为日志中的Duration字段 接下来 导入第三类Comet行为日志Log3.json 导入数据后 查看表结构和数据 由于Comet行为日志没有引入新的字段 表结构没有变化 随着业务升级 Comet行为日志中增加了字段Rating表示评论时的打分 导入升级后的Comet行为日志Log4.json 导入数据后查看表结构和数据 可以看到DynamicTable自动增加了 升级后的Rating字段 我们可以看到 DynamicTable对半结构化数据提供了原生支持 能够导入半结构化的Json的数据 自动解析Json中的字段和类型 根据数据自适应变更Table Schema 灵活应对用户日志结构多样 持续升级的业务需求 将数据库表的维护 从手工驱动升级变为数据驱动 可以更便捷 更迅速的拥抱业务变化 我们看完对Json的这种半结构化的Native知识 之后我们看看怎么去 Doris怎么去高效的处理这种文本的非结构化的数据 对这种非结构化的数据 我们主要是两大块 一块是这种高效的这种文本的一些算法 第二个就是对文本去做这种索引 进一步的去提升它的性能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在Doris里面 我们做文本匹配 大多数在SQL里面就是Like Like这个语法是比较通用的语法 Doris里面的Like 其实是一个自适应的实现 我这里列举了几种类型 首先一个最基本的 如果你Like一个字符串 ABC里面它没有这种通配符的话 那么它就会转换成一个等值的匹配 EQUALS这样一个匹配 那么可以想这种等值的匹配 是非常快的 第二种就是如果你用了 比如说百分号你放在后面 这个时候Doris能识别出来 你是在做一个前缀的匹配 所以它通过这个StartWave 那么我们只用匹配 这个字符串的前面几个字符就可以了 同样的如果你的百分号 在前面有个百分号 后面是字符串 那它就是EndWave 所以Doris也可以很高效的处理 那如果你前后各有百分号 那么Doris就识别出来 你是要做这个 在整个字符串里面 识别要匹配一个子串 所以它通过这个SubsGin的方式 子串匹配来做处理 后面我们会讲到 Doris怎么去提升这种SubsGin的性能 然后再就是你可能非常复杂的 这个百分号或者那个下滑线到处都有 对吧 这个时候Doris会把它识别成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正折匹配的方式 来去进行处理 而对于正折匹配 我们也在Doris里面做了一些大量的优化 好我们来看一看 对于这种高性能的这种子串匹配 我们在Doris 1.2里面引入了Volice Key的这种算法 那个子串匹配的算法 它比我们最基本的这种 熟悉的这种子串匹配 或者说是STD-30 或者是说这种KMP的这种匹配算法还要快 那我们实测下来 在Doris 1.2里面 我们比上一个版本的这个匹配算法 我们要快个1.5到3倍 这个随着那个就是 匹配的子串的长度和那个复杂度不一样 而且一般是越复杂的话 那个效果会越好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做这种 Nike的子串匹配 那对于比较复杂的 那就是变成这种正折匹配了 正折匹配我们在Doris里面 我们引入了Heperscan 来替换原来RE2的这种正折匹配 而且对于X86和ARM 我们分别用Heperscan和VectorScan 我们能够获得2到10倍的这种加速性能 包括像可能我们去匹配一个殖民中一行的 或者说匹配这种命中这种几百万行的 然后去匹配这种在一亿条数据里面 匹配这种接近一千万行的这种数据 那我们在不同的场景上都有很好的表现 然后最低的能够加速两倍 最高的能够甚至有10倍的这种加速的表现 这个提升是非常大的 好在前面的这种算法之外 其实我们在Doris1.2里面 还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这个like的下推 我们可以把这个like 原来的like的处理是在这个计算层来做的 存储层把所有的字符串然后都读出来 然后在计算层去做这个like的处理 那么在Doris1.2里面我们引入这个like的pushed down 然后在这个存储层来做这个like的匹配 匹配完之后可能比如说我们只匹配到了10%的数据 那么就只会10%的数据 然后copy到这个计算层进行处理 这样大大减少这个计算层要处理的这个数据 和这种内存拷贝的数据量 所以也有大幅的提升 我们可以测到在 这个是由那个字节的同学贡献的 然后从在项量化的版本下 从0.6秒到0.3秒 在飞行量化的版本下 再从3秒提升到1.2秒 然后能用2到3倍的性能提升 除了那个前面提到这些 字符串匹配的算法呀 然后那个匹配的下推呀 我们在多瑞斯2.0里面呢 我们将会带来更强的这种文本分析的这种性能 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文本的索引 主要是两块 一块呢是这个Ngram的这种Bloom Filter的索引 我们多瑞斯现在里面有这种Bloom Filter的索引 但是呢它是对这种等值进行处理的 那对于文本这种 这种纸串匹配 这种Nike的这种查询呢 我们通过这种Ngram的分辞 把文本切成一个一个的 这个Ngram的这种组合 然后呢对它做Bloom Filter 然后在查询的时候呢 又把这个查询语句 查询的query 然后也做这种Ngram 然后呢就这种Bloom Filter的匹配 这样的话在这种 在底层的这个 这个索引这一层呢 就把这个数据做了大量的过滤 这个特性呢也是由 字节条文的同学来贡献 然后他们在实际的生产环境中呢 已经使用了 能够去降低 50%的这种查询的延迟 而且呢这个方式呢 应该会大量的降低IO 会提升这个查询的并发度 另外一个索引呢 就是这个我们叫中邦推出的 这个Inverted Index倒牌索引 也将会在Doors 2.0里面呢 会贡献出来 这里面呢其实就是 可能和比如说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ES 它在做这种文本分析 查询比较快的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 倒牌索引的技术 通过倒牌索引呢 一个关键字 我们会记录它 在哪些行里面是有数据 是有匹配的数据的 那么当我们去查询的时候呢 不需要去过滤所有的数据 只需要在这个倒牌索引里面 查一下A 这个关键字A 它在哪些行里面有数据 然后直接去把那些行的数据 很快地读出来 这样效率是非常高的 我们首先看看 这个现在是在这个 代码在往社区共性的阶段 这个是在我们DSIP里面描述的 它这样的语法 首先我们可以在一个table里面 通过我们原来的这个 CreateIndex 已经有了CreateIndex这个语法 来去增加一个索引 这里面using inverted 就是使用这个倒牌索引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property 里面的passer等于English 就是使用这种英文的分词 第二个就是我们 建好这个倒牌索引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 全文检索的这种语法 这里面我们也用了一个match 这样一个关键字 比如说这个request matcherror 它就是在request这个字端里面 去检索有这个error这个关键字 如果说我们match这个login error 那我们就是检索 有login或者这个error了 如果我们想是表达这种 既有login又有error的 那我们就用match下号箱或 来去表达 OK 除了这种文本的 那个检索之外 其实倒牌索引也可以用于这种 数值日期的这样一些类型 像我们下面提到这种等值的 比如说status等于400 ATV请求里面status等于400的 然后还有下面这种范围 size大于1024的 请求的响应大于1024字节的 然后这里面我们是通过这种 BKD的这种数值类型的 倒牌索引 来去提供了这样的 查询的加速 这个功能陈述之后 它可以取代我们当前的 这个bitmap index 那我们实际现在 其实做了一些测试 我们拿ES的官方的benchmark里面的http-locks 在一个场景 我们去这个测试机做了一些测试 我们和ES-locky去进行了一些对比 特别我们可以看看跟ES的对比 我们做下来之后 比ES的写入速度要快四倍 它的存储空间只是ES的五分之一 然后它的查询的性能是ES的2.3倍 它查询的时间是ES的一半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 未来在Doris2.0里面 我们会把这个东西贡献到开源的社区 那么当前面讲的这些都具备之后 就是说我们将会在Doris里面提供一个 比ES更高性价比的这种半截文化书信的分析的能力 它能用在哪些场景里面呢 典型的像比如说日志的存储与分析 像我们的服务器的日志 业务的日志 物联网 车联网的日志 还有CDN的日志 然后这些日志存储与分析 它对这个成本非常的敏感 对查询的延迟也比较敏感 通过这种我们引入这种倒拍索引 还有前面这些高效的文本的算法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第二类是这种数据库的加速 像我们比如说 以前可能在买社会数据库里面 可能数据量大之后 这种订单的查询 化单的查询 一些响单的交易的查询 然后如果想对这种非组件的字段 做这种检索的话 在数据库里面可能比较吃力 在我们这种新的方案里面 因为我们引入了倒拍索引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处理这些数据 所以可以做这种高频发的这种 非组件和组件的点查 然后还有一类就是这种时序的数据 比如像监控 tracing这些数据 也可以很方便的放到Doris里面来进行处理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 在Doris2.0的时候 我们能够提供一个 在这种检索和半解构化数据分析的场景里面 提供一个比ES更高性价比的一个方案 而且除此之外 因为Doris自己的很强的这种相量化 MPP还有这种社会查询的人力 其实我们会提供比ES更多的这种更丰富的能力 比如像这种多表的join 对吧 然后很复杂的这种聚合 那么都在Doris里面可以进行完成 好 以上就是我要分享的内容 接下来会有请我的搭档 许杨为大家分享复杂数据类型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夏宽老师的分享 接下来由我来介绍复杂数据类型的社区实践 我是来自百度的徐阳 同时也是Apache Doris的 Committer 目前主要负责复杂数据类型的开发 然后我首先来介绍一下复杂的复杂数据类型 复杂数据类型通常说是由一个或多个些有普通类型的组合 我们知道Doris有很多种类型的普通类型 比如说Int类型、String类型 这些都是属于Doris的普通类型 而复杂类型通常是由多个普通类型组合在一起 并提供给他们的直接访问 以处理组合类数据的能力 通常复杂数据类型包括Array类型 Stra 类型以及Map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三个的语法是怎么定义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rray类型 Array类型里面会有一种子类型 由T来表示 然后通常一个Array类型里面的子类型 可以是Int类型或者String类型 这样的属于Doris的普通类型 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复杂类型 进行一个嵌套 然后我们再来看Stra 类型 Stra 类型的话它里面可以有多种类型 然后每一种类型它是由冒号来隔开 冒号前面它是指代着那个Fu的名字 然后后面紧跟着就是这个Fu的类型 然后之后可以可选的跟着这个Fu的comment 然后是Map类型 Map类型一般会有两列 第一列是Key列 第二列是Value列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他们介绍语句是怎么样子的 首先他们介绍语句它是可以互相嵌套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 这个表总共有四个列 第一个列是ID列 是一个BigIn类型 第二列是Stra 类型 Stra 类型里面有两个Fu 分别是String和BigIn类型 第三列是一个Ray类型 里面嵌套的一个Stra 类型 第四列是Map类型 但是里面也嵌套了一个Stra 类型 Stra 是作为Map的类型的Value列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Describe语句 Describe语句呈现出来的效果 通常这个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介绍一下Array类型 Array类型已经在1.2版本 已经支持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Array类型的 键表语句 这个键表语句里面有两列 第一列是ID列 第二列是Array类型 目前我们Array类型 以及其他的复杂类型 只会在Deplicate 类型表上面实现 目前还没有支持UniqueP 还有那个Application表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Insert Insert 进去 然后在1.2版本 我们支持了很多Array函数 在这里我们所进行的一个汇总 并且 之后应该不止这么多函数 这边需要感谢一下 社区小伙伴的贡献 在这里的罗列 只是我们在第一阶段里面 已经支持了Array函数 后续在社区内 会有更多小伙伴来贡献 其他的函数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介绍一下 那个Srat类型的使用场景 Srat类型是我们接下来 要做的事情 在使用场景上 它可以分为四种 首先第一种是最重要的 就是Srat类型 通常是与Srat类型 已经结合使用的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Srat类型 去减少我们 我们Join桥的数据传输 并且Srat类型 因为天然的结构化 所以对Json格式的用户 是比较友好的 最后Srat类型 可以作为 印语句或者subquery句的 输入和输出 以上是我们Srat类型的 使用场景 我这里举个例子吧 我们是怎么通过Srat类型 去减少我们Join桥的 化销的 我们假定有两张表 左边这里有两张表 分别是People表 还有Forms表 假如我们想要去 重构一个People的 所有信息 那我们可能需要去 对这两张表 进行一个Join操作 然后由于这两张表 的数据 它是分布在不同机翼上的 那么至于 这是一个Join操作的话 需要在机器之间 传出非常多的数据 特别是在表 比较大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有Srat类型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在右边 建立一下这样的表 PeopleDetails Forms这样表 这张表有三列 第一列和第二列 分别对应我们People表的两列 但是第三列 我们用的是 Array类型里面 签到Srat类型 这个类型 它其实是想把 我们第二张 就是Forms表的数据 给签到到我们的 我们的单独一张表里面了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 键表 键表语句 把两张表的数据紧密 结合在一起 这样我们去Slat了一张表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去 对这两张表进行一个 连接并重建信息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 Join操作的花销完全节省 然后接下来我介绍一下 复杂类型 它是在存储成人怎么实践的 我们复杂类型 我们刚刚介绍 总共有三种类型 Array Map 和Stra 它们之间是有非常多的共同点 首先 它们在存储成人的实现 是遵循这三个中心思想的 第一个中心思想就是 所有在存储成人的前科 基本上都是一个嵌套结果 它既可以在它的子列 嵌套一个 另一个复杂类型 也可以嵌套一个简单的 Doris的普通类型 第二点是 它里面的所有子列 都是按列分列存储的 而不是说是 它一行是存在一起 这样存储的好处是 我们可以只读取 我们想要的列 并且它们在物理系构上是分开的 第三点就是分层读取 由于我们那个复杂类型一般都是嵌套结构 它的底层 最底层一般都是 都是普通类型 所以我们读取的时候 我们也是按层去读取 一层一层下去 直到读到最底层 然后具体类型我们具体实践 比如说 array类型的话 它里面会包含两个子列 分别是 offset offset 列和item 列 map列型 也会包含两个子列 一个是key列和value列 而struck列型的话 它里面一般会包含多个子列 具体多少个是我们建表时候已经定好了 然后它们个数是与建表时候定义的fuse数量是相同的 所以这么看的话 array和map列其实是一个特化的struck列 因为array和map列它的子列是固定的 而struck列的子列是不固定的 然后我这里介绍一下array类型的存储层格式怎么实践的 假设给定一张表 里面有两列 第一列是一个int列型 第二列是array类型 然后里面它的子列型是int列型 那么它在存储层的格式是右边这个样子的 首先我们第一列 ke就是对应的是int类型 紧跟着我们会跟着三个子列 这三个子列都是属于同一个array列 但是它存储格式上它是按三列来存 第一列是offset列 offset列是指代是array里面的offset列 写入过程中也是首先写offset列 所以offset列是排第一列 紧接着是nommap列 nommap列 假如说我们第二列array列是可为nom的话 那么我们第二列就会有一个nommap列 这一列也是单独存储的 指代的是array每个元素里面是不是nom 第三列是我们的data列 也就是item列 这一列是最后最后存储的 我们看一下array类型它是怎么读取和写入的 首先读取的时候 我们是会首先读取offset列 过程是由我们的那个ordinator 所以去找到offset列在文件中的位置 并且读取di个offset值 然后读到di个offset值之后 我们就会去读di行的array列 通常来说di行array列是由offseti减去offseti减一个值组存的 那么我们就会在item列里面读取 读取这么多个值出来 写入的过程跟读取基本上是相反的 我们是先写入item列 写入的个数是offset列i减去offseti减1个数 写完item列之后我们再会去写入offseti这个值到offset列里面 我们目前写入方式还没有时间向量化的方式 所以我们写入的时候我们只能按行去写入item 所以假如说di行array列有n个item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去写入n次 我们后续可能会对这一块会进行一个向量化的优化 然后这里还需要提一下就是nummap列 假如说这个array列是可以为num的话 那么我们也需要去单独去拿出列去存array的nummap列 而对于array的子列 它的那个num bitmap是存在它的那个page里面的 我们无需去管理array的子列的那个num num是怎么处理的 只需要去复用我们子列的那个逻辑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straw类型是怎么存储的 假如给定一张表里面有两列 第一列同样是int 第二列是straw类型 然后里面是有n个field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存储格是怎么样子的 在右边第一列同样是ke 指代是我们的ke的列 紧跟着我们会跟着n个子列 分别指代straw的n个field 我们写入过程也是按field来写入的 只有写入完一列之后 我们才会开始写第二个子列 然后我们看一下straw类型它是怎么读取和写入的 读取的时候我们会构造一个straw colon integrator 同时我们在输入的时候在参数 我们可以指定我们读取哪一列 那么我们读取的时候 就可以跳过与查询不相关的子列 而只读取我们想要的列 然后我们也会复用此列的读取逻辑 假如说这个straw里面是 包含的是有些硬的类型 那么我们就会复用硬的列的读取逻辑 写入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写入所有子列 而不能说是像读取一样 只读取某些相关子列 因为写入的时候一般是写入一个列的全集 同样我们写入的时候也会复用子列的写入逻辑 这也要提一下 只要说straw本身是可以为num的话 那么我们也需要去单独用一个列去存 straw类型的num map 而对于子列的num bitmap的话 我们也是不需要处理的 只需要复用子列的读取写入逻辑 以上就是我们复杂类型里面的straw和array 是怎么实现的 在存储层部分 对于map类型 由于我们现在还在进行讨论工程中 如果我们后续有进度的话 我们会及时同步在社群上 包括设计文档以及语情教育文档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接着我可以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后续的规划是怎么样子 我们在1.2版本已经实现了array 类型已经支持了非常多array的函数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straw和map这两种类型 我们在写入部分 我们会支持straw和map的writer 读取也会支持straw和map的reader 然后nate部分的话 我们会支持colonstraw和colonmap 以及datatype stripe和datastripe map 这是一种关键类 然后导入和insert部分的话 我们会首先支持straw的勾搭感数 同时我们现在第一期计划是 只支持straw的类型 包括int类型和string类型 后续我们将会支持其他类型 同时我们也会支持straw的nareable类型 然后导入部分 我们首先会支持json格式的straw类型导入 同时我们也会支持insert加insert 在circle部分 我们后续可能会支持straw和json类型的互相转换 因为我们首先straw它在结构上 是对json类型是有天然的友好性的 同时我们在导入格式的第一个格式支持下 我们也会支持json格式 所以这块我们对json的联动比较多 然后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的straw类型目前 也只是计划在下量化引擎上支持 而在非下量化引擎我们暂时没有计划 同时我们实验只支持在duple域表上支持straw类型 这一点和ray类型是一样的 在做完这部分之后 我们也会去增加非常多的test case 已经增加一个straw类型的开关 以上是straw类型 map类型的话 跟这个应该差别不会特别多 然后函数部分的话 straw类型的话 它本身需要支持的函数比较少 我们首先是需要支持straw的两个构套函数 也就是straw函数以及namestraw函数 接下来我们要支持 就是通过点表示法 去selectstraw里面的某一列 而对于map函数的话 我们也是要支持map的构套函数 同时我们需要去支持通过key列去返回map的value值 然后我们也需要去支持straw去获取map的容量 接下来我们会支持map keys和map value这两个函数 需要注意的是 它们两个函数返回是一个reli性 还有我们需要支持 自不串转map函数 以及map的行转链函数 以上是我们第一期计划的那个straw和map的函数部分 然后感谢大家 以上就是复杂类型的设计与实践 谢谢